好了现在我们是过来坐船游览 先过来坐船 因为它有两种这样的方式 一个是坐船 然后一个是坐大巴 然后坐大巴那是好像是好几个点 然后全程是三个小时 就今天的话因为天气太热了 我们还是选择坐船 三点半三点半的船 就我跟半仙两个人坐船 因为四月呢觉得天气太热了 他不想去 所以就咱们俩人上船登船 哎呦哇这竟然是一个 竟然是一个懒房 这么高端 超级大的一个房间 我以为是固定的你知道吧 看那个 看上来那个 啊啊好大 哇他这个马上要对接了 哇塞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哇塞这个也挺厉害的 这一路过来路也挺长好玩 这边凉快这边凉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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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船要一个多小时啊 高峡平虎号哇今天真是暴晒 今天好热啊 还好是坐船你要坐那个共测 对啊你要坐大巴你还要下来去逛啊你知道吧 你还要下来去走到一个点你要下来去走 坐船一个多小时 如果选择大巴的话是三个多小时 哇这个船挺这个船挺屌的 需要的先找位子坐 这里四十一位是吧 好那边呢就是三峡大巴 三峡大巴全长 好我好像记得是两千三百多米 我们的江江面呢 江姐和江面的高度最强的时候 我们现在呢是在长江的三峡大巴 库区这边坐着游坐着游船在游览 现在整个这边长阳这边飘浮的这些木头啊 垃圾啊特别特别多 特别是这边这边水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黄啊 很黄的水我一直以为这边水挺轻的 没有人都挺黄的 但整个库区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已经睡着了 凤华大 它这个游船呢就整个绕着这一片水域 然后转一个圈圈然后就回去了 这是国家规定的长江水自由 那么现在周围这里是没有一艘打鱼的船的 因为常用要进鱼嘛 这是第二年 那么进的蛮成功的 现在的回程了 就是从头站那边一路转一个圈圈 游览归来 三峡大巴 我跟半仙呢现在准备原路返回 因为在这边没有什么好的住车点呢 我们还是准备停到宜昌 宜昌咱们昨天停的那个位置 因为那里能接电嘛 因为比较方便有公共厕所 现在的开车会驻车地 下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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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总是会每天都能雪雨的下雨 雨水不断 回家 咱们到家的天桥底下 就是在我们的家 今天天气比昨天还要凉快 赶紧回家 现在是傍晚7点 长江边 你看 已经有好多好多人在散步了 好多好多人在散步了 咱们现在回家了 还这里好 老有安全感了 老有安全感了 看天桥底下 给你们拍一个正行 天桥底下 好吧 我这天桥技术没谁了好吗 就差这么一丢一丢就撞上了 差点 差点 差点就损坏公共设施了 不过没有撞到 还可以 先上车 先把车的空调先打开 出时 好吧 外卖到了 给他们送过去 灯关了 看 牛肉配麻婆豆腐 吃饭吃饭 你们说这个怎么瘦 贾哥也给我拿了半个大西瓜 说让我 边做食品边吃 我说不要吃 他说五十块钱一个买的 这个咋着 这个咋着 你说一个人减肥真的容易一点 但是大家伙在一起 减肥真的是难如上青天 吃一点吧 吃一点冰冰箱群 明天应该还能 明天应该不会坏吧 太过分了 我太难了